在暂停签证的消息出来之后,韩国的社交平台上直接炸了锅。你以为他们会着急,会道歉,会哭泣吗?错了,这韩国人可嘴硬得很啊。他们有骨头着呢。嗯,随便中断,不去就行了。谁去啊,趁这机会也少看一点我们的电视剧吧。不去还好点,反正不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我们也能活下去,我们就去印度多建点工厂。 好家伙,这还直接威胁上了。还有韩国网友们跑出来说,我们也实行相互主义,阻止他们在韩买楼房。我们不去。有14个地方对中国实行了防疫强化,但是只对韩国中断签证,我们很好欺负嘛。后来更多的韩国网友也跑出来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总结起来就是两大类。 第一类,瞧不起我们的反制措施,还很酸地说,谁愿意来中国啊,请你们也别来韩国。第二类呢,就是很愤怒的,很多国家都强化对中国的防疫,为什么我们却偏偏针对韩国中断签证,这不是在无视韩国,剪软柿子捏吗? 对于这两条,我现在逐一进行回答。首先,那包韩国网友们说了,谁愿意来中国啊,不去就不去,谁稀罕啊。好的,现在我来用大数据打脸。 根据旅游平台的统计,1月1日到今天,入境中国机票的预定量,韩国排在第一位,名副其实的Top1。 看吧,明明是你们韩国人更爱来中国。这还说什么不稀罕来?不去就不去,啪啪啪,大嘴巴子就往脸上打。 这脸打的呀,也不知道那些韩国网友们,现在还嘴硬不硬了。第二个问题,我们为啥只针对韩国?难道真是老太太挑柿子,指尖软的捏吗?当然不是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对日本游客暂停发放签证。 针对中国暂停签发韩国公民短期口案签证,韩国总统尹熙岳要求韩国外交部就对华防疫政策向中国说明立场。 韩国外长朴振向总统尹熙岳表示,韩国政府这样做是基于科学依据制定防疫政策,相关措施旨在保护公民。 朴振会后还向媒体抱怨,称韩国有设置例外之规定, 比如可以向有外交、公务、必要商务、人道主义室游的人员审发签证。 但中国就此采取全面停发韩国公民复华短期签证的举措,令人深感遗憾。 我想说的是,只有我们的全面彻底反制让韩国觉得痛才有效果,否则韩国人容易健忘。 韩国经济11日以此为题报道称,位于首尔市区的大型奥特莱斯商场W购物中心,将于今年9月关门停业。 该商场近两年受益性影响失去了作为消费主力的中国游客,导致经营不善,难以为继,最终宣布倒闭。 据报道,本月11日,W购物中心方面表示,商场将于今年9月结束营业,此前已于去年5月向房地产开发商签订出售地皮合同,出售价格达1600亿韩元。 韩国经济介绍称,W购物中心是位于首尔加山洞、奥莱吉散地、罗德奥街的代表性奥特莱斯商场。 商场占地3.3万平方米,卖场内部为地上10层,地下4层,营业至今已有27年历史。 但近几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商场销售业绩严重下滑,经营状况日益堪忧,其中主要原因是失去来自中国的消费者。 报道称,在经济不景气消费停滞的大环境下,奥特莱斯商场通常是韩国流通业界实现时序增长的重要渠道。 但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以来,韩国奥莱的销售业绩也开始逐年下滑。 W购物中心位于首尔加山洞一带,2020年以前中国团体观光客的住所常被安排在这一区域, 同时还有很多中国自由行游客和代购前来消费。 据统计,此前中国游客的消费在该地区、奥莱商场销售份额中占比高达30%至40%, 但疫情蔓延后,中国消费者的身影不见了,加山洞地区的奥特莱斯商场开始乱了阵脚。 一名业内人士告诉韩国经济,疫情以前,无论平日还是周末, 总有很多中国游客提着大包小包,甚至是拉着拉杆箱前来购物。 但近几年这样的情况很难再看到。 以前商场的VIP顾客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代购, 但现在他们在整体销售份额中的所占比重大幅下降。 自中国优化调整出入境政策后,中韩两国民众已迅速恢复往来。 1月8日,仁川国际机场,共有6个航班飞往中国内地, 韩国付华的机票变得供不应求。 截至1月底,主要行企直飞中国的航班座位几乎都已经售庆。 在韩国的票务网站上,连中转付华的机票也很抢手。 目前,仁川到北京的票价最高被炒到约合1万元人民币,是去年的几倍。 与此同时,韩国旅游业更是热切期盼着中国游客的到来。 据媒体统计,疫情前以中国为主的国际航线曾占到销售额的七成。 只要富华航线能稳步重启,今年韩国航企就有望扭亏为盈。 同在旅游业链条上的免税零售行业、化妆品公司以及酒店企业也都在密切观望着两国政策的动向。 不少韩国商家向媒体表示,希望能有更多中国游客前往。 有韩国券商预测,随着中韩人员逐步恢复往来, 今年韩国免税店的销售额将同比增长10%。 2019年及以前,韩国免税店八成以上的销售额都来自中国游客及代购, 更连续10年占据免税销售额全球第一的位置。 但在疫情期间,缺少顾客的免税店变得冷清。 韩国免税店协会数据显示, 2020年韩国免税店销售额同比减少37.7%至15.5051万亿韩元, 访客数仅是2019年的五分之一。 到2022年,LV等奢侈品牌也陆续撤出韩国免税市场。 韩国免税业相关人士认为, 原本期待中国自由行游客在第二三季度恢复, 预计会进一步推迟。 暂时失去中国游客的韩国旅游业难免会稍显落寞。 疫情前,中国游客约占韩国外国游客的三分之一。 据韩国法务部出入境管理处的数据, 去年前11个月, 中国籍入境人数排名滑落至第9名。 韩国政府现在的措施会给中国游客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对于中韩两国人员交往以及韩国旅游业的恢复都会起到很大的负面作用。 韩国之所以能位列中国出境目的地第三, 跟国内民众倾向于选择一个地理位置相对近, 而在经济上也更能承受的去处有关。 因此,在中国民众看来, 韩国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消费选择。 可是,如果韩国对华入境限制措施持续, 韩国作为中国出境目的地的排名将会继续下滑。 就目前而言, 韩国还是把经济发展重点放在制造业上, 而旅游业在经济的整体架构中排位靠后。 尽管如此, 韩国发展旅游业有其必要性。 他向记者表示, 主导韩国制造业的是三星、韩国现代等巨头, 而在韩国国内属于财团经济, 大部分普通民众主要服务于旅游业链条企业。 所以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 旅游业对韩国的发展还是十分重要的。 但就目前来看, 韩国旅游业在GDP中的占比并不高。 据韩国观光公社的报告, 从2014年至2019年, 旅游业在韩国GDP中的占比为2.7%到3.2%, 这一比例与制定观光立国的日本有一定差距。 数据显示, 2019年, 旅游业为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了约7.3%, 据世界旅游业理事会WTTC最新的年度经济影响报告EIR预测, 预计到2022年底, 日本旅游行业对GDP的贡献占经济GDP总额的6.5%。 韩国不管是在旅游资源还是在旅游行业的服务层面, 往往是参照日本, 但以前述的两个标准来看, 韩国的旅游业服务水平都逊色于日本, 韩国旅游业还处于修炼内工的过程。 李嘉诚认为, 未来韩国旅游业复苏的前景, 一方面取决于中韩之间何时能撤销这些限制措施, 另一方面还取决于疫情的发展。 即便后续取消对华的入境限制, 负面影响或已不可避免。 韩国采取对华歧视性的入境措施, 将会利好那些没有对华采取限制措施国家的旅游业, 对韩国来说将会面临另一种压力。 基于此, 李明认为, 韩国政府后续会对入境措施做出权衡。 日本旅游业同样受创明显, 疫情爆发后, 访日外国游客数骤降, 2020年外国游客数量跌至411.6万, 2021年更是只有24.6万, 不及2019年的零同。 而在疫情前, 赴日游客占比超过30%的中国, 更是位居仿日旅客数量的首位。 国内对日本的团体游也尚未恢复, 个人旅游签证服务虽然已经恢复, 但选择明显变少, 目前只能办理五年多次往返签注。 申请人范围也有所缩窄, 只能是在职人员。 缺少中国旅客, 日本旅游业尚未恢复往日热闹。 日本大阪MK旅行服务公司董事长岸田成,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由于缺少来自中国的游客, 日本入境游仅恢复到疫情前的30%至50%左右。 若情况持续, 日本观光立国的计划将难以重启。 去年10月, 一纸小碎部调整入境政策的日本, 正式解除实行两年多的入境限制。 首相岸田文雄表示, 希望通过旅游业挽救经济, 并定下游客年消费5万亿日元的目标, 且到2030年使访日游客数量增至6000万人。 但外界质疑, 缺少中国游客这一最大推动力, 日本还能否顺利实现这一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 对华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的日韩, 恐会在中国游客的争夺战中落后。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